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时间3月11日 星期六 我是May 坊间一直认为蔡天峰案背后牵扯一个庞大的中港两地石鹤钱集团 银行家吴明德都认为不排除旷家、蔡家和谭家背后有一条龙操作 蔡天峰可能是白手套 未应版肖建华 她表示安常理改革 女人一定跟前夫一家保持距离 谭家奶奶都不会被媳妇和前夫走在一起 但应该被记的事强发生了 她提出一个大胆假设 除非旷家、蔡家和谭家用婚姻做验试 三家可能是生意上的拍档 既然是拍档 三家人的角色不同 旷家可能负责在大陆接生意 然后香港这边有人负责运作 这样才能够洗到黑钱 而幕后金主肯定是一堆大妈沙 不明得止 如果三家合作 这样其做法则是最新型时刻前方式 她以故事方式聚述 从前有一间面铺、售地点、餐桌数量、客楼量等规模限制 无论生意多旺 其收入都是可以预计的 假设面铺每日卖300碗面 但有100碗面是真的 200碗面是假的 这样就可以增加生意额 做大盘数 本来做1亿生意 现在变成3亿 而那个额外的2亿就是黑钱 钱就是这样被漂白了 即是来源不明的黑钱变成面铺营业额 但是这笔钱不属于面铺老板 所以幕后金主和面铺老板要拆数 吴明德有指 蔡天峰的资金来源是可以追踪的 当时蔡一次性 傅清加多李山豪宅 相信当时框家和蔡天峰就此物业在律师楼开设了一个信托户口 警方需要信藤磨瓜 调查蔡天峰的资金来源 比如资金可能来自一间投行的私人银行服务部 这样警方就去查蔡天峰户口 是否还有其他存款 股票 基金等 是谁在住入基金 哪位专业人士在后面帮他操盘 这位专业人士跟面铺有没有关系 这样一查 线索就清晰了 吴明德补充指 面铺做大盘售 除了细黑钱外 在卖盘时都可以叫得高些 不止面铺 珠宝铺 羹铺都有机会这样做 整套操作 大家都知道 此外吴明德认为 蔡天峰被刻意包装成名换 他提及蔡在被杀前一个月 曾出资为电影包场 租慈善手影 当晚名流高官聚首一趟 蔡天峰在台商与保安局局长邓炳强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迅红等合照 不表示 这些合照就帮蔡天峰在生意界上打响名堂 对方会觉得 哇 好厉害 社交圈子遍布正商界名流 至于框家为什么要残忍杀害蔡天峰 吴明德认为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蔡一定要死 而且要死信 因为外界所知 这样其名下的资产就不用等七年再调动 如果有不资金等着用 当然想快点周转啦 所以就不想等七年 吴明德强调 现在外界看到的钱 是框家名下层楼 但蔡天峰可能有很多私人户口 当局都未公开给大众知 蔡天峰可能很多身家 未必是他的钱 但卖是他名下 早前有新闻指 过去三年 大陆2万亿美元外汇消失 其中是否都涉及石黑钱事件呢 吴明德表示 大陆很多贪官都石黑钱 蔡天峰可能是其中一个白手套 未应版肖建华 据香港01报导指 有消息证实 蔡天峰按被捕的第七名疑犯 潘巧妍的父亲就是绝号双枪王的韩匪 潘联斌 潘联斌在2002年9月因为绑架 阻胎车大旺 林亦明被高等法院重判入獄21年 出獄后他与女儿潘巧妍同住 月租10万的天晒高层单位 不少网民质疑一个人生大部分时间 都在监狱度过的父亲 和一个IG只有3万多follow的 所谓网红的女儿 却可以住月租要10万的天晒高层单位 他们一家的钱从必度而来 有网民发现潘巧妍和关彩妖的妈 关系并一般 上期节目中我们提到潘联斌于1993年 在油麻地太平馆餐厅打劫 被潘10年 潘出獄后 据报因为生活结局 于是又与三名在獄中相识的人士 于2002年9月 在尖沙咀持枪绑架 有坐胎车大旺之称的林亦明 脱缩5000万元赎金 结果后来双方经过讨价还家 将赎金金额降到500万 不过林亦明的家人报警 警方其后出动飞虎队 在湾仔南洋酒店拘捕潘等人 潘联斌其后被裁定绑架 律索罪性被潘酬21年 按理2023年出欲 但是 扣除犯人应享有的节假日 或者因表现良好等其他原因 获得的减应 潘联斌无需坐触21年 不过看中国记者暂时未查到 潘联斌的具体出欲日子 有要求匿名的分析人士 对看中国表示 从上面的资讯可以知道 潘联斌人生大部分的时间 都是欲中度过 这样出欲后击他 为何可以住在月租10万的 天洗高层单位 如果说是因为他的女儿有钱 带歇父亲住豪宅 但是从表面资讯来看 潘考研和他的姐姐都无正当职业 虽然被某些媒体称为网红 但是只有几万人 follow的所谓网红 可以赚到多少钱 可能都未够他们买一个手袋 但是据港媒报道 潘考研生活富贵 这样潘考研的钱从哪里而来 网上有人爆料称 潘联斌出欲之后经营酒吧生意 分析人士表示 假设潘联斌是经营酒吧生意 这样酒吧的正当收入 能否支撑得起他们一家人 孤注如此附足的生活呢 另外 香港过去三年 因为疫情防控措施等原因 各韩国业都难以为计 酒吧饮食业更加是首当其冲 这样潘联斌的酒吧生意 难道就无受到影响 可以让他们一家仍然可以过着富贵生活 这一点似乎不太可能 这样潘考研和他父亲的富贵生活 是否与蔡庵背后的真相有关呢 另外 从潘考研社交账号铺出的相片可以看到 他曾与不少明星合照 其中与关彩耀合照市中显得特别亲密 有人查到 原来潘考研与关彩耀的关系不一般 在2018年8月22日 潘考研曾经在IG上传一张 与一个中年女子面贴面的相片 并写道 契妈越来越漂亮 最紧要身体健康开开心心 爱你 下面有网民留言 关彩耀妈妈是离契妈 记者翻查了关彩耀妈妈 在公开场合出现的相片 与IG上这张相片对比 相信这位与潘考研面贴面合影的女人 就是关彩耀的妈妈 换言之 39岁的关彩耀 与29岁的潘考研是契兄妹关系 不过记者查看了所有社交媒体 对于契妹的被捕 关彩耀至今没有发表过任何言论 不少时评人都认为 这种案件背后一定涉及洗黑钱 而洗黑钱的人物关系网非常之大 都非常复杂 并很大可能涉及到政府高层 这种被网民称为 连电影都不敢这样拍的世纪原案 很可能是案中案、碟中碟 而每一个出场的人物都暗藏玄机 有人甚至怀疑上场王潘乱斌 与潘考研的关系被爆出 是不是都是剧本中的其中一款 如果是 他们的目的又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转移视线 让大家不要再讲洗黑钱 还是为下一步要出场的演员做铺垫呢 在大陆通过娱乐圈洗黑钱 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那样今次蔡天舟案 最近拉的两名疑犯 都被爆出与娱乐圈有关系 是不是有人在故意抛散政府呢 我们将会继续关注 被认为是中港两地中间人的 全国僑联副主席 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理事长 卢文端3月10日在明报发表文章 向香港传递两倍精神 有分析人士风超表示 什么东西两倍精神啊 精神分裂就真 卢文端总结称 中央对香港有四个希望 一、谋发展 一、融入粤港澳大湾区 三、走国际化道路 四、威祖国统一作出新贡献 卢文端表示 香港要捉住机遇、发展经济 要融入大湾区的同事 又必须保持独特的地位和优势 还要走国际化道路 卢文端还希望讲好香港一国良制的故事 争取台湾人心 威祖国统一大业做出贡献 分析人士表示 中共已经搞到香港继无鸭圈 人才资金不断流走 外资被宜远资 终点去捉住机遇 香港还有机遇吗? 卢文端说要融入大湾区的同事 又必须保持独特的地位和优势 分析人士表示 既然都已经融入大湾区 成为大陆的一部分了 还有独特的地位和优势可言 你是在这里自欺 还是在这里欺人 分析人士仲风痴表示 中央还好意思讲一国两制 还说讲好香港一国两制的故事 争取台湾人心 真是只要你不怕尴尬 尴尬的就是人家 另有分析认为 共产党一直视香港为棋子 无所不容其极地利用香港 一方面希望香港在西方世界保佑一席之地 以帮中国联通世界 一方面希望香港的一国两制垂放台湾 一方面又实施国安法 破坏香港法治 收紧香港之右 又要马而好又要马而不吃草 不过香港已经被折腾到五六七箱 中共现在又想利用香港根本是自取其欲 尼敦道190号之前让楼升级难 古物咨询委员会委员杨泳山表示 看上去好像很古典 其实可能是扮古典 活现香港创办人 趁资远就表示很失望 据独媒报道 位于尼敦道和阿士顛道交界 若建于1932至1933年的尼敦道190号 原来的屋主再次经营 荣清餐室 在日占时期曾经被日军占用 屋主的儿子更加是英军情报人员 尼敦道190号 在2018年沃平为三级建租 原本打算提升至一级建租 但上次会议租大部分委员反对 原因是他们觉得建筑内部结构 已经面目全非 9号的古资会会议上 委员杨泳山表示 很多旧建筑看上去好像很古典 其实可能是扮古典 他又表示有些东西变了就没有 我们应该要珍惜 变之前先留清楚 活现香港创办人陈志远就表示 难免好失望 并表示2018年古资会 平期为三级建筑士 以至内部结构有改动 现在才来不断糾结他的原生性 因为一样东西就令到他好像死罪 有网民就表示 他们不将尼敦道190号 降级甚至策罪 你没偷笑 最怕港府日后 喝大陆随死旧时期 拆掉古建筑 将中国真正的历史全部抹失 未经许可否认为 有关系的 未经许可否认为 不可疑 未经许可否认为 有关系的 遍免 自然而言 未经许可否认为 一切都被认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